再来看到联合报焦点 对许多人来说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要上厕所的话 只要跟餐厅这个洗手间 就没问题了 但是对于年长或双脚 不方便的顾客来说 如果厕所在二楼 或在地下一楼 那恐怕只能憋尿 憋到回家了 众社会企业负责人林崇伟 于是研发了APP 找身上朋友实地走访餐厅去测试 建立了一个变其全国九个县市 两千多家友善餐厅的地图 而且现在连香港的餐厅也纳入了 身上朋友在这些地方 可以轻松地用餐 也可以轻松如策 林崇伟说 参照于亚洲十大国家 其实确实台湾环境 算是相当友善的 不过还是有进一步的空间